武统今天下午举行党主席与首相特别见面会 全国各地接近200个区部代表 再次齐聚一堂展示大团结 这会不会是武统在大选前最后一次的大型会面 因为消息说首相昨天已经见了包括 全国总警长在内的几个巨头 今天这场召集武统领袖和基层领袖的会面 虽然没有名讲是不是要讨论大选事情 但是对外传达的信息一目了然 毕竟除了党主席扎西现场致辞 而副主席也就是我们的首相大大也会在场 大选的风开始狂吹 而作为目前决定大选什么时候解散国会的关键人物 首相伊斯迈沙比里的动向当然备受关注 根据《前锋报》的报导 首相昨天还取消了一项国库控股的论坛行程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为了会见政府或执法单位的各个丫头 包括全国总警长、总检察长以及选举委员会 而这一件足足见了五个小时 你觉得他们可能了些什么呢? 当然在国会真正解散之前 首相还是需要先进见元首 寻求提早解散国会 虽然昨天传出首相在这个CC4进见元首 但是新报就指出 这其实是首相和元首每周的例行会面 不一定和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消息人士就相信 伊斯迈沙比里到时候将向元首报告提成预算案的事情 但会不会提到解散国会 这就取决于首相了 那如果国会真的在近期内解散 那么大选很可能就会落在11月初 那至于大家关心的水灾课题 气象局就有提到 从现在到11月初 预计不会发生大水灾 因为我国还没有进入东北季后风的季节 那这样的声明明显也是在为这场可能进行的大选 扫除了心理障碍 那在巫统当权派多多逼人的终极施压之下 不知道首相沙比里有没有灵感 什么时候解散国会了呢 那你认为首相最快什么时候会做出事项宣布 欢迎留言写下你的想法 也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影片 继续关注热点Hotspots